公交车不到站点 是不能停车和下车的 这是规定 但是为了一个孩子 湖南常得公交司机破例了 专门设立了一个停靠点 原来七岁的男孩小千自幼是监护缺失 唯一照顾他的外婆生病之后 上下学真的是成了难题了 最近当地的救助中心就联合公交公司 在小千的家门口设置了一个临时停靠站 保护他上下学 这也是公交公司成立53年来首次为一个人设一个站 这个临时停靠牌虽然没有 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字 温暖 53年来的第一次 希望第二次 第三次也会有这样感人的画面吧